你可以用Input Bud 但是如果说你要一个完整的天 比如说你要让使用者知道说 像类似这个范例 房贷计算的话 你就 不太适合用这样 你不可能说一直跳 又要是借款金额 又要是借款利率 然后什么年限 等等这些资料要跳 其实会比较 不适合 那再来 比如说假设我们这地方是一个房贷计算 假设我今天 像台北市的房子其实现在 我到 到那个大县市的房子附近看一下 都是大概5000万起跳 都是天价 那如果说你真的要借个5000万好了 然后利率的话现在利息多2%以下 如果低 如果首购应该都 2好了 OK 然后呢借个20年 20年可能要还 还 可能金额 假设30年应该给你带30年 然后按开始计算 那按下开始计算 我的需求 我如果今天 希望 他可以帮我把这个计算的结果 放在底下 你会发现底下部分 是不能输入了 上面是文字方块可以输入 下面是没办法输入 也就是他帮我 算出两个 两个东西 一个是 每个月要 还多少钱 一个是 利息 也就是说 你跟银行借 总共借5000万 然后呢将来 连本带利 你总共还了多少钱 那 利息部分的话 你还 你等于是 给 就是说 付给银行多少利息的意思 就是说 可能你将来是 连本带利 还了7000万 然后呢 你只有借5000万 那当然利息的钱多少 2000万 大概是